用这个图来表达电子传应电过程当中 电子的能量变化 好,请看这个图 这是光系统2 可以换个颜色 PS2先发生 光系统 photosystem 2 这是photosystem 1 光系统2 它的叶率数A 它的电子本来能量这么低 所以这边是能量 energy 好,我照光的时候 我的电子就从基态 激发成激发态 你看exciting 哇,变高能啰 这个高能电子开始电子传应电子跑 一边跑 把氢氢带进来 建立起化学生动压力 然后跑到这个光系统1的时候 能量又下降了 又变好低 好,光系统1再吸收光能 让你电子变成激发态 然后就慢慢传递 被NADP症接受 我们当然就会说 两个光系统都是提供电子能量的 让你电子往上飙 能量往上飙 能量往上飙 但是第一个系统 光系统2 是给你能量 让你引发电子传递练 第二个光系统是让你有能量 去被NADP症接受 电子在传递过程当中 换水了电子的能量 先激发从高能量直接下降 在能量下降的过程当中 建立了氢粒子能量低度 第二次能量下降 去跟NADP症结合 好,这叫电子的能量 讲到电子的能量 就要提到我们的光系统了 所以接下来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表示我这样换我们的光系统 哦,颜色不对 我换很多横线 好,这样好了 上面这个叫做天线色素复合体 我们的每一个一条线 都是叶绿素 或是叶黄素或是螺绿素 现在呢 电子就照到光 哇,有光耶 光大量提供能量 电子从积态会激发到积发态 电子从积态会激发到积发态 会激发 会激发 这些色素的电子 全部都激发到积发态 变高能电子的 好,可是还没结束 当你的电子激发之后 它会掉回来 当电子回到原的轨夷的时候 会释放出能量 当电子回到轨夷的时候 会释放出能量 当电子回到原的轨夷 回到原的轨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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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之后 会释放出当然的能量 这能量呢 就会交给下面这一组 让你的电子 变得更激发 变得更激发 你看我激发的程度变多了 为什么 这么多的能量 集中在这三个身上 当然能量就集中了 我的能量更多了 好,接下来 当我从更高的激发态 变回来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这么大的能量呢 那全部蒐衡 反应中心的 叶速A 这时候 我从低能电子 叉吐叭超高能 因为能量超多了 抓不住了 离开电子鬼域 开始出走 引发电子传递念 好用这个图来表达 能量是什么往下传递的 是透过电子 电子从基态变成激发态之后 会从激发态掉回基态 过程中会释放出能量 这个能量就会往下不断的集中 从多分子集中到少分子 少分子集中到更少分子 就知道能量太浓缩了 所以这个反应中心的叶子素A 会收集到最高的浓度 最高的能量 而电子能量大到抓不住 而跑掉了 离开了它的过誉 造成电子传递列 这是光反应过程 光系统的光反应过程当中 能量是如何传递的